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到乌克兰方面的顽强抵抗 乌克兰首度基辅是久攻不下 特别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现出英勇不屈 宁死不撤鼓舞了乌克兰人民的抵抗 也得到了全世界的称赞 于是很多人就认为这下子普京是栽了 犯了大错了 俄罗斯要陷入乌克兰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之中 最后普京就会灰头土脸威信丢尽 很可能就不得不下台了 如果普京想要孤注一掷 要向全世界发射核武器的话 俄罗斯军方也不会实行这种反人类的命令 所以普京注定就是要完蛋了 美国总统拜登也说 这次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事是严重失算 目前网上基本上都是流行这样的看法 但是很多人或许没有想到 普京还有一个另外巨大的阴谋 就是分割乌克兰 因为普京这样的流氓 他可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所以他再有什么第二个第三个阴谋 我们应该要想到的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普京的做法就可以发现 实际普京是有两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明的方案 就是让现在的乌克兰投降的方案 第二套方案是暗的方案 就是分割乌克兰的方案 如果第一套让乌克兰投降的方案 实施不下去的话 普京就会转向第二套方案 分割乌克兰 我们先说普京的第一套 让乌克兰投降的方案 2月24号 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了闪电袭击 突然袭击 一下把乌克兰就打懵了 普京试图用闪电战 一下子摧毁乌克兰人的斗志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如果逃跑的话 那乌克兰就投降了 就要屈辱的接受普京提出的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乌克兰要承认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 第二个条件是乌克兰要实现 所谓非军事化 就是乌克兰作为完全中立国 不设军队只保留警察 第三个条件就是乌克兰 永远宣布不加入北约 永远中立 显然普京提出这三个条件 乌克兰方面是万难答应的 不过既是如此 双方在2月28号还是举行了第一次的谈判 我们看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的谈判场面 双方代表都不戴口罩 而且坐着都很近 也不怕新冠病毒的传染 由此可见 真的打起仗来之后 人们也就不在乎什么病毒了吗 这次谈判虽然说没有什么结果 但是也说到要到3月2号进行第二次的谈判 总而言之 那么即使是继续后续的谈判 上面普京提出的三个要求 三个条件 乌克兰方面还是非常难答应的 如果你答应的话 等于就是无条件投降了 很多人认为 只要乌克兰不投降 普京就没有办法体面的停战 体面的撤军 那俄罗斯就会陷入乌克兰人民战争的陷阱 就拔不出来了 不过很多人可能没想到 其实普京他还有一个很大的阴谋 就是有第二套方案 就是可以体面的停战 这个就是分割乌克兰 普京可以在东部的俄罗斯军队的占领区 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从乌克兰独立出来 这个新的国家 我们暂时称之为东乌克兰国 于是乌克兰就被分成两个国家了 乌克兰剩下的西半部的领土 变成了西乌克兰国 那东部就是新独立的 所谓的东乌克兰国 那么现在的乌克兰总理 泽伦斯基可以继续当西部的 西乌克兰国的总统 但他的领土已经少了一半 因为东乌克兰国独立出来了 那么东乌克兰国独立之后 普京在乌克兰西部的俄罗斯军队就全部要撤回到这个东乌克兰国的境内 俄罗斯方面就停止进攻 宣布停战 转成防守也不再和泽伦斯基谈判了 双方等于是叫断绝接触 我们也不打了 我们也不和你谈了 那这样一来 普京就等于把乌克兰西部全部放弃掉 他也不要求西乌克兰国不得加入北约 就是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反正我只要拿到这个东部的这个领土 以后你们西乌克兰国想加入北约就加入北约 想加入欧盟就加入欧盟 普京也完全不管了 不问不问了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普京在事实上他就是赢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看为什么普京能够成立一个东乌克兰国 当前乌克兰这个国家有两大民族 一个就是讲乌克兰语的乌克兰人 第二个就是讲俄语的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主要是住在乌克兰的西部和中部 俄罗斯人主要是住在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 我们看这个图就显示了乌克兰各个地区讲俄语的比率 在乌克兰南部有多数人讲俄语 在乌克兰的东部压倒多数人讲俄语 在乌克兰的中东部讲俄语和乌克兰语的人差不多各一半 在乌克兰的中部讲乌克兰语的人就占多数了 在乌克兰西部讲乌克兰语的人更是压倒多数 所以乌克兰这个国家本身的民族构成非常的复杂 那么普京就有条件在乌克兰东部讲俄语的地方 成立一个东乌克兰国 事实上我们看普京这个入侵乌克兰的路线图 也就可以看清楚 他就是要有分割乌克兰的企图 我们把普京入侵乌克兰的路线图和乌克兰讲俄语地区 和讲乌克兰语地区进行一下对比的话 就可以发现俄军入侵的地方都是讲俄语的所谓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地区 进一步我们看这个图 俄军主要进攻的地区都是俄语地区或者半俄语地区 除了首都基辅之外 因为基辅地区它是有战略上的政治意义 所以也成了俄军进攻的主要对象之一 要拿下基辅主要是要制造一个政治压力 逼现在的乌克兰政府谈判 那么如果对于普京来说 现在的乌克兰政府投降的话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乌克兰政府不投降的话 那么普京就可能要放弃基辅 我只拿到乌克兰东半部宣布东乌克兰地区独立就可以了 有人或许认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陷入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 就像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那样 最后不得不灰头土脸的撤军 如果是普京试图占领乌克兰人占主要部分的西乌克兰地区 确实可能是这样 就要让俄罗斯陷入一个乌克兰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但如果普京放弃乌克兰西部 只占领俄罗斯人为主的乌克兰东部的话 那他就不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因为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之后 等于就挑起了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仇恨 现在以乌克兰人为主的乌克兰中部和西部 连中国留学生都成为被仇恨的对象 因为中国是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由此可见 生活在乌克兰中部和西部的少数的俄罗斯人 肯定会遭到周围乌克兰人的歧视或者仇视 他们也很难在当地继续住下去了 只好背井离乡搬到乌克兰东部的 俄罗斯人地区去住 相反住在俄罗斯东部的乌克兰人 他们也会遭到周围俄罗斯人的歧视或者仇视 特别是普京认为 这些讲乌克兰语的乌克兰人留在乌克兰东部的话 他们就可能成为什么地下党游击队 就要搞颠覆 所以普京也想把这些在东部的乌克兰人赶走 把他们赶到西部去 普京可以制定一些政策 让这些原来在东部的乌克兰人就住不下去了 逼他们搬到西部去 这和当年那个柏林墙还不一样 柏林墙是苏联害怕东德的人跑到西德去 可是现在普京是欢迎东乌克兰的地区的乌克兰人 跑到西乌克兰去 因为乌克兰人离开之后 那东乌克兰地区只剩下俄罗斯人了 正好独立 这样一来 乌克兰就会出现一个民主大分裂 就是乌克兰人全跑到西部去了 俄罗斯人全跑到东部去了 这在事实上也就把乌克兰分成了两个国家 也正因为东乌克兰地区是俄罗斯人为主的地区 所以也就不会出现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 陷入人民战争这样的事情 因为阿富汗是阿富汗人的地盘 苏联是入侵者 当然要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抵抗 而东乌克兰地区本来就是俄罗斯人为主的地区 东乌克兰地区当然也不会出现什么抵抗俄罗斯的力量了 所以普京可以轻松的统治东乌克兰地区 而乌克兰人为主的西乌克兰地区 普京干脆放弃 把俄军全部撤到东乌克兰地区 把俄军部署在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的边界线 然后宣布停战了不打了 那么普京宣布停战不打了 那么西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人想打也很困难了 因为如果是乌克兰 如果是俄罗斯军队要进攻西乌克兰地区 那乌克兰还可以用人民战争进行还击 但是如果俄军撤退他们归缩到东乌克兰地区 由进攻转为防守不打了 那么西乌克兰的乌克兰人只有主动去进攻 你才能夺回东乌克兰地区 如果西面的乌克兰人想要主动进攻去夺回东乌克兰地区 那几乎就是鸡蛋碰石头了 根本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 这是谁都可以预见的 所以说普京真要是硬着头皮继续打下去 那美国和西方国家还有办法 普京要是宣布停战了 我们不打了 那美国和西方反而还不好办 有人或许会说 那么西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就可以放弃东乌克兰 干脆我们就加入北约 防止俄罗斯的进一步的入侵 但问题是一旦乌克兰被分裂了 西乌克兰就更加无法加入北约了 因为加入北约要有一个基本条件 就是这个国家没有领土纠纷 要有一个清晰的国境线 这样北约也才能划出一个明确的所谓保护的范围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明确的国境线 北约就没有办法划出一个明确的我们北约的保护范围 那这样的国家也就不能加入北约 如果是东乌克兰从乌克兰独立之后 他和西乌克兰之间就没有办法来划国境线了 因为西乌克兰不承认东乌克兰独立 当然也就不可能在双方来划什么国境线 另外美国也不可能承认俄罗斯扶持起来一个傀儡国 东乌克兰国 所以美国不承认东乌克兰国 那西乌克兰国也就不能承认东乌克兰国 那么双方也就不可能划国境线 这样一来西乌克兰国连国境线都没有 当然就没有办法加入北约了 更何况如果真是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话 那北约他就可以要求北约帮他们收回东部的领土 那这样也是美国和北约绝对不可以答应的事情 所以呢美国和北约也没有办法让这个失去一半领土的西乌克兰加入北约了 所以说这样一来乌克兰就更糟糕了 你失去了乌克兰的东半部变成西乌克兰国之后 是更加加入不了北约 所以如果真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乌克兰可就惨了嘛 因为当年乌克兰就是不肯中立 他一定要加入北约才遭到俄罗斯的入侵嘛 如果是乌克兰被俄罗斯侵略被占领的一半领土变成了西乌克兰国 这个西乌克兰国又更加没有办法加入北约 那不过乌克兰就是太惨了嘛 乌克兰如果是这么惨的话 那普京当然就赢了嘛 普京最初提出的要求就是说乌克兰不准加入北约 如果是普京现在占领了乌克兰的一半领土 剩下的西乌克兰是更加没有办法加入北约 那事实上就是变成了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嘛 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 那俄罗斯人一看那普京真是厉害了嘛 他占领了乌克兰一半的领土 剩下的那个西乌克兰国反而是更加无法加入北约 那就是普京是完全胜利了嘛 如果这样的话 那普京在俄罗斯的威信反而更高了 他就更要成为一个独裁者当皇帝了 与此同时呢 现在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那麻烦也大了 因为如果俄罗斯真要宣布东欧乌克兰独立 然后在这个东欧乌克兰国成立之后 就宣布停火停战了 那泽伦斯基他怎么办呢 这时候泽伦斯基就会被人批评啊 说他叫勿国啊 因为乌克兰人想加入北约没有加入城 反而是丢了一半的领土 更加加入不了北约 那泽伦斯基怎么向乌克兰人民交代呢 显然呢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泽伦斯基很难交代啊 就变成了耽误国家的勿国嘛 就成了一个历史罪人了嘛 所以呢 现在俄罗斯方面也是向泽伦斯基施压 你要是不投降的话 我们就宣布东欧乌克兰国独立 看你怎么办 所以现在呢 泽伦斯基是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要不然就是投降当汉奸啊 不是汉奸了 是当乌克兰奸 乌奸 这样呢就可以保全乌克兰的领土 要不然就是丧失乌克兰一半的领土 那么他就成了乌克兰历史上 勿国的历史罪人嘛 所以现在 确实 泽伦斯基非常难啊 他现在就要选择 要不然接受普京的可可条件投降 当乌奸 要不然就误国 成为丧失领土的历史罪人 估计这时候呢 泽伦斯基也会出现激烈的思想斗争嘛 所以本来当初啊 乌克兰方面还拒绝第二轮谈判 现在也答应了 在3月2号呢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第二轮谈判呢 在白俄罗斯和波兰的边境地区举行 估计俄罗斯方面已经向乌克兰代表团交底了 就是要让泽伦斯基来选择 你是选择投降 保全乌克兰的领土当乌奸 还是选择丧失乌克兰领土 当一个误国的历史罪人 平心而论呢 泽伦斯基这个人确实是很勇敢 但是叫做有有无谋啊 他斗不过老狐狸途径 那么现在呢 双方的第二轮谈判已经开始了 就看泽伦斯基怎么选择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